国际狮子会300D2区捐赠高雄市八所国小动画品德教育教材 由高雄市教育局代表授赠 在170多位师友及师长们的见证下完成仪式 在我们感叹事丰日下的时候 我们是否想过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行善的最高境界不是施舍而是引路 品德教育是前瞻性的预防 是从小杂根百年素人 这个对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方针 那我们大力来推动今天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 大家来注重这个活动 很感动因为在台湾有这么多的善心人士 尤其像我们的师子会 除了平常热心社会公益之外 他们对于校园的品德教育也这么的重视 荣获多项国际奖项的小乾坤 与悠悠自在的动画品德教材 分别以弟子规和汉字演变为题材 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故事 帮助学童了解品德的重要 可以让孩子透过动画影片的欣赏 接着更重要的是透过师生 还有生与生之间的这一个情境的讨论 我想这个比平面2D的 这一个阅读式的教材 会来的生动活泼 那这个工程是隐形的 而且是非常静悄悄的 但是它却会对于我们台湾 或是我们下一代影响非常深远 把这些收获再扩展到我们同学的身上 使我们的品德教育 以及我们的整个社会更和谐 现场同时举办教师研习营 让老师们收获良多 总监李启宏表示 后续还有规划相关活动 希望能有更多国中小学生受益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